歡迎來到Block and Cut Game的教學 現在繼續路海求生的遊戲教學 剛剛那個部分就說到 你有機會昏迷 之後有個嚴重點的就是死亡 你屎了怎麼辦呢 如何為止死?很簡單 當你的標誌物 在角色上面的標誌物 即是受傷標誌物 如果是比你的體力大 你就會死 你死了之後 原來就在船上 但是在之後的回合 也一樣 你不可以抽牌 不可以用牌 當船隻獲救 即是End Game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 你屍體上的佔利品分數 還有你喜愛的人的全部分數 還有你憎恨的人的死亡分數 如果你的屍體 丟到海裡 將你的牌 和你的位置 和你的個人 都可以移出這個遊戲 好 第三個階段 叫航海階段 當所有人做了他的回合之後 這樣說 之後就會最接近船尾 現在真的是小孩 最接近船尾 而有意識的玩家 這就是這個回合的舵手 那舵手可以做些甚麼呢 那就可以是 看回那個 蛙船的牌子裡面 即是下面這個 即是可能現在有 剛剛放了一些東西 OK 即是找我的End 之後 後面有些牌 那就是有些蛙船的標記 OK 雖然有些蛙船的牌 可以看完所有牌 按著一家小孩 看所有牌 可以選一張來用的 把其他的航海卡 放在航海牌的牌底 OK 那 如果沒有蛙船卡 不要緊 就把航海卡 航海牌上面 第一張放出去用 就是這樣 OK 那你會有機會出現到是甚麼 是有 落海 口渴 還有 有機會出現到的就是 海鷗的 OK 首先說海鷗 海鷗就是 你如果出現了一個 海鷗的Cut 那你就會 有一個海鷗出現了 OK 那當第四個海鷗 即是三隻 再加一 就即是完結遊戲 對了 那你有一個 交叉的海鷗 那什麼交叉的海鷗 就是說它可以 為你移除一個海鷗的標誌物 對 就是這樣 OK 那你之後的Cut 上面呢 你就會看到 好 下海 還有口渴 你看上面 OK 那下海的上面 就看到法國佬 OK 那 法國佬就下海 那這個 這個是沒有法國佬的 OK 那解釋這個回合 它解釋是船長的 下海 是否看船長 那船長呢 那它就要下海的了 好 那先看看下面 口渴 就說這三個人會口渴 那怎樣算好呢 那它就要 必須要去喝水 對 這些是口渴標記 OK 然後再加上去 假設現在是 船長 大褲 好 好 靈小姐 沒有了 那這兩個是口渴的 OK 那這個回合 可能因為之前打架 而有口渴標記 現在再加多一個 OK 那怎樣算好呢 那它呢 每一個口渴標記 它必須要去到 用水 物資牌裡面有水 是的 那用水 去到 cancel了它一個的標記 每一張牌 那譬如現在你這樣的話 就要兩張水 cancel這個標記 如果你沒有的話 每一個口渴標記 在這個 家園裡面 那它就要 變成一個 傷害標記 好 那 那回合結束 那你就把用過的 行為卡 放回牌仔 那把位置卡的標字物 那 那 那些什麼呢 那 就移走它 OK 那之後 剛剛說過 有海鷗出現了 三隻 然後再在這裏 摸一張海鷗 那 就會完結這個遊戲 那最後就是 鬥高分 那越高分那個 就可以贏出這個遊戲 那 六海球星的遊戲教學 就到這裡為止